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这什么玩意进一炸的 给我自己也吓一跳 干啥 我想问你你干啥呢 我给黄小黄留这个停车费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爱情道路 就像你的事业一样 一个坎借一个坎的 啊 赵经理 你一定得帮我啊 你知道这么多年秘密 从来没给我打个电话 今天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助她 你知道吧知道咱有车位 让我帮她站一个 你说我俩是关系 是不是今天你得帮我 把这个车位让给秘密好不好 我跟你说实在话 我也是一个过来人 你这此时此刻这个情感 我是能理解的 我知道你死的秘密 但是这个车位呢 得给人家黄小黄留下 凭什么我跟你说啊 情况是这样的 刚才黄小黄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一会儿找我来 有大事跟我说 他说了 要不给她留这个停车位的话 这个事就能出了 他说 第一 它影响我的形象以及隐私 第二 就是关系到社区 以及我个人的安全 第三 最关键 他说了 关系到我的人生能够挺多久 而且他还说了 否则 他就嘟嘟嘟嘟嘟嘟 他就挂了 你说否则 他万一否则了 他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会了呢 对呀 所以这车位得给他留下 你说呢 啥也别说了 这个车位 就留给黄小黄了 赵整理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一声脸 大因为琴的事还是能干得出来的 你知道吧 哎呀 好样的我跟你说好 你今天你可让我对你刮目向另眼看啊 什么玩意 我跟你说 今天你这个脸你一点都不小 你非常大 哎 啥意思你 而且你这脸上现在冒油 油 自带油彩 好样的 啥意思 这就对了 我跟你说啊 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对吧 做好事好好发展 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待 是 就你这么干下去 在不远的将来 你就能当上副经理 哎呀 说这个不好心这个酸啊 你想想你 我当副经理了 咋的你退休了啊 还有这么多年的 我就不能升一级 哎呦忘了 我就一直干这副经理 忘了还有正 我就不能当个正经理 你就当正经理 瞧你这话 就得当正经理 坏经理啊 我要当正经理 不是 那个 我田经理 你什么指示 嗯 好的我马上去 好嘞好嘞好嘞 行你放心吧 马上到 哎 快快快快 我去了啊 哎对了 那个这个车位是谁的 黄小黄 哎呦 哎呀 你小脸 这里 你干啥呀 你一心里炸的 尊敬的业主 黄小黄女士 请您验收你的车位 哎呦 训练挺有素啊 受谁指使啊 照副经理 哎呦 照副经理行 请办事啊 还挺办事 啥事我都知道了 刚才跟我说了 啥事 说你有重要的事啊 就是什么 哎呀 什么你什么隐私 什么 啥隐私啊 什么反正安全 身体安全 总之这么说吧 就是你呀 后半生要是没有这个牌位的话 基本就活不了了 我后半生有这个牌位 我才活不了呢 哦车位 这是总结一句话吧 就是你需要这个车位 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是吧 严重啥呀 啊 倒他玩呢 你说 我中高总我不说严重点 他能给我留车位吗 他的驴脾气一上来 什么人说话他听 哎不 不是我没明白啊 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就是我 我我我倒在隐私 没有的事 什么意思 我倒他玩呢 那你的意思 就是假的 那明白你的意思了 啥意思 在这扯犊子呢 是不是啊 那怎么能叫扯犊子呢 那叫啥呀 泡路 漂亮 完美 哎 黄小黄女士啊 你看见前面那个路了吗 看见了 哎一直走 哎一直走 对别回头一直走 怎么了 简直走然后右转就到你家了 赶紧回去吧 啊 余小脸你啥意思啊 哼没啥意思 我告诉你这个车位不是你的了 现在这个车位是我的了 是你的了 那是赵刚子让你给我站的 错了 现在我余小脸是为正义而站 行 行 那你告诉我正义是谁 你正常点行不行 谁不正常了 正常 喂 秘密啊 我在车位这呢 你来吧 这个车位我给你站定了 好了 完美 行啊 你小脸行啊 我不能站这个车位 你能给秘密站是不是 对呀人家有正经事 你没有正经事啊 行 余小脸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我跟赵刚子啥关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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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摆造型呢 啊 啊 你呢 就是物业与业主的关系 啊 不对 那啥关系啊 说不清的关系 我告诉你余小脸 你这车位今天要是不给我 那一会儿赵刚子来了 我告诉你 谁叫我呢 赵刚子 哎 王小华 你来了啊 刚子哥 你可来了 余小脸他 啊 余小脸他 哎我的妈呀 余小脸他 余小脸他 余小脸啊 你对他做了啥 我对他做了啥 我忘了呢 啊 咋的了他啊 啊 我想起来了 我我我我我我对他做什么了 我告诉你 我对他做了正义的事情 骗人 谁骗人 他骗人 他要把你留给我的车位给秘密 是吗 对啊 啊 你看 你笑脸 你怎么能这样呢 啊 我刚才走的时候你怎么答应过的 是不是把这个车位留给人家黄小华呢 对啊 你怎么能留给秘密呢 啊 你还跟我说你大义灭亲 你灭了谁啊你 我把你灭了 啊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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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笭嘴 你丑里这个熊呀 还有我背推 我们怎么背推了 啊 постав选 squeez unions 把这辈子你汇的词 你都整出来了 整出来了 好好好 告诉他 你找我是有大事的 大事 跟他说什么大事 我告诉你可大的事了 大事 我闺蜜一会儿来 带我去买衣服 不是 不是这个 不是这事 什么你闺蜜来干什么玩意 啥事 你闺蜜来干啥呀 我闺蜜来 车位给他留的吗 一会儿他陪我买衣服去啊 不对 你不是跟我说 这车是给你留的吗 你不是有大事吗 关乎你的形象 买衣服不就是形象问题吗 那还有隐私呢 外面的衣服是形象 里面衣服不是隐私吗 那也不对呀 还关于到咱们社区的安全 那我买完衣服 我一高兴 是不是得喝点小酒 那酒一喝多了 我们小区安全还能有吗 不是 那还关于我个人的安全呢 我每次喝完酒都多是A 我呀 对呀 那不最关键的 还有一句话吗 最关键的 就是说关乎到 你的人生还能挺多久 那你都不让我停车 那我就去买不了衣服 买不了衣服 我就喝不了酒 喝不了酒 我就倾诉不了 不能倾诉 我的人生还能挺多久 那还有否则呢 否则 否则 我就把车停卖进去了 背腿 停卖不去 停卖不去 马上停卖不去 告诉你 我停卖不去 小脸 你劝劝他呗 小脸 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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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我这说的都是事实 来来来 停 停我那 赵刚刚刚 看我 你说我来得及不及时 你说我 我 我来了就把这个套路给识破了 对对对 要不然你说你得犯多大错 是是是 谢谢 赵刚刚刚 喊到啊 上康子 到 这个事做不做 这个事办得对不对 不对 我聪不聪明 你聪明 你傻不傻 我傻 来吧 那就面向我 刚才冤枉我了是不是 正确的说出那三个字 哪三个字 对不起 没关系 我说我 跟我说 对不起对不起 那个小脸啊 今天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对不起 搞不清楚你 没事 我告诉你啊 黄雅黄 这个车位没你的份 听见没 你怎么出尔反尔呢 你怎么还说瞎话 套我呢 你们 根本就不懂 我 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 我的世界 你懂吗 你有什么 你有爱 有家 有温暖 可我呢 又不只有空虚 寂寞 和冷 赵行李 她在跟你说她冷 她冷 她冷 我有啥 Name 冷 你快去碗 我告诉你啊 你俩你别太欺负人了 我告诉你我不能听 别人也不能听 那凭什么你给秘密站呢 秘密也不能听 秘密是一生有情啊 我告诉你说 人家好长话说的有道理 你凭啥给秘密刘了 赵副经理你听我解说啊 你秘密说了 有重要的事需要这个车位 你这么知道他有重要的事 你玩套路 那你怎么知道他没玩套路呢 你看你不讲理了 秘密有啥重要的事啊 跟你说了吗 宇小俩 宇小俩 来了 小俩 留那车位留好了没 这 小狗整那些正常男女干的事 不是 小狗整那些不正常男女干 你别说了 那个照顾经理都在这呢 车位也在这呢 我告诉你啊 秘密咱说好 如果你要是真有需要 用这个车位 我给你 但是 你要是玩套路 今天我就告诉你 我宇小俩不干 大姨秘琴了 小俩 你有病吗 啊 赵普兄弟 啊 他受啥刺激了 他今天有点灰光反胀 秘密啊 你要这个车位到底干啥呀 车位 啊 赵普经理是这么回事 我最近呢 不是在业主群里 号召大家给贫困山群孩子捐书吗 大家太热情 书太多了 我呢 找辆车 帮我拉一下 这样赵普经理 如果哈 在物业觉得 我车停这儿不方便 我就不停了 回来 回来 再往前走一步 这个车位 就是给你留的 必须给你留的 不是张晴晴 你不停 别吵我了 你不停 你不停了啊 是吗 对不起啊 来 你过来 黄小华 说你呢 我跟你说 黄小华 我就说你 你看看人家秘密 你再看看你 你们两位同事咱们社区 大龄单身女情年 你家大华 我是同事 她不停 你不是 你还有我呢 你就别跟着臭美了 秘密啊 好样的 真得向你学习 黄小华 你看看人家 人家陷爱心 对吧 如火如荼 你呢 孤独寂寞 还冷 学习 哦 秘密 小华 跟你比起来 我可惭愧了 那个 哎 你缺人手 要不我帮你 我能搬书 我家也有书 好好好 人越多越好 行行行 我自己打了 小华 小华来了 可爱人大白手啊 来了 张婶她们来了 对 我可以接一下吧 这番书 来了 我们来了 我在这给你们 穿车位啊